这个OpenWars它集成的话 它里面缺了好多插件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 您会发现我这里面 咱们没有办法去使用它的一些 微木户的快捷工具去退出 做什么东西 这个都不能使用 然后呢我们就需要咱们把它退到最 最开始的一个界面 然后这有个Lockout 那么这个呢是退出的 Yes 退出 然后呢在这里面使用关机选项 这个工具过去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咱们要使用的就是昨天给大家传的 咱们这个 没有了 大家看一下你们BP下不下带好 下带好了 咱们开始用这个神器 使用方法在这 启动以后是这种形式啊 然后我给大家找到这个工具在的位置 需要大家这么来做 家伙环境都打好了吧 嗯 点错了 然后大家看啊 咱们这个BP呢是这样的 我们点开之后 这里面有两个文件 那这里有两个文件 我们使用的时候不需要把它解压 那我们直接点一下上面这个 大家看是上面这个 双击它之后呢 稍微把它关掉 然后咱们一步一步操作啊 来 你们打开这个界面了吗 找到BP啊 找到BP 这是一个破解的 破解的 然后打开这个界面的时候 大家发现下面这个license啊 就是注册号 它这个序列号 你可以改名字啊 但原创呢 是这个人来做的 你可以改成你自己的名字啊 这块你可以随便改 然后下面这个号会变 会变 这块可以大家自己操作一下 然后你们点击上面这个运行 点那个运行了吗 你们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没解压 解压也点不了 解压可以点 如果不解压的话不能点不了 在这 把刚刚那个压缩包 就是这个压缩包 你找一个你想要的一个位置 解压 解压出来以后是这两个文件 然后我们点击上这个破解软件 打开的界面是这个界面 然后呢 打到这个界面之后 可以改一下名字啊 你可以改一下注册成你自己的名字 然后选拨运行 然后选择运行 就会弹出来这个界面 我慢点操作 你跟着我一步操作 可以啊 谈到这个界面了吗 我再说一遍啊 那我再说一遍啊 就是大家要装好家网环境 然后呢 会弹出这个界面来 右侧这个界面 然后这块license 我们可以改成咱们自己的名字 选择运行 选择运行 它会自动识别你的第二款主文件 运行出啊 运行出啊 Bubbs 这里需要注意几个点啊 这两个文件一定要在一起啊 一定要在一起 解压的时候放在一起 一样吗 那你们现在是哪一部 说密钥是吧 稍等一下啊 谢谢我 你们是这个界面吗 好 这样啊 然后大家看 如果让你们输入密钥的话 在这儿 大家把这个license啊 全部复制 Ctrl加C 复制粘贴到这个框里面来 就是这个界面 粘贴过来之后选择下一步 点不动 对 粘进去就能点不动了 然后下一步 跳到它的一个配置选项来 那我重新给你们操作啊 跑不动 你等一下 等一下 再这样 这样 你看我的操作 你看哪会有错误啊 再重新来一遍 把这个BP的软件解压缩 解压缩以后 是不是这两个文件啊 然后呢 你双击第一个这个K跟这个文件 打开的是这个页面 打开这个页面之后呢 主要是在这儿 你点击一下这里面 可以改一下名 也可以不改 然后这个运行 这点不动吗 我先来一点 一会我过去啊 然后运行的时候 它会弹开这个页面的 因为我这个破解完了 它会自动跳到这儿 所以说我先启动它 给大家找 稍等 我这儿再给大家演示 这样 那么如果咱们点运行之后 它肯定是需要运行的 第一次安装 运行的话 大家把这个license所有的内容 选中 复制 复制好了呢 放到咱们这个K这里面来 然后再来 换好了之后 选择下一步 nice 会弹出到这块 让你激活license号 那这个时候 我们选择高级选项 在这个 你选下一步了 那你退出来吧 一定要选择这个东西 选择这个选项 选择这个选项 对啊 你点下一步就没有了 稍等一下 来 我先把这操作一遍 那么跟上的同学 点这一块 然后你会发现这里面有第二步 这有一堆 看到了吗 这有一堆license号 选择拷贝 拷贝好了 你把它复制到咱们这个破解器里面去 下面又多了一个激活的一个回馈码 再把它Ctrl加A 全部选择 放到咱们这里面来 下一步 这一步才激活 到这一步才是真正的激活 好 激活好了之后呢 我这就不保存了 多了一个文件看到了吧 就是说我们每次启动这个BP的时候 需要点中这个软件来启动 所以说非常费事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咱们就做一个BAT文档 也就是说P数理文档 看一下P数理文档写的是啥 然后这个一会我直接把它发给大家 这个东西大家其实这么看就OK 你点开每次启动是这个破解软件 在破解软件运行的前面 是不是有一行东西 那这行东西就是一个加热的语句 那这个语句每次的需要调用咱们的加热的一个环境变量 去启动当前我们能找到的这个文件 目的是这样 那么大家只需要打开一个基石本 随便找开一个基石本 然后将咱们刚刚这个软件上面的这一句话 复制到这里面就OK了 就是最上面这一句话 全部选中 然后前后的空格大家需要注意 一定要删掉 然后Ctrl加C复制它 复制好了之后 你把它放到这个文本文档当中来 然后保存 注意你保存的时候 名字的扩展名一定要选中BAT 不要改成文本文档 否则运行不了 然后以后你每次启动这个软件的时候 大家只需要点击它就OK了 好然后继续看一下 如果说咱们装好了以后 它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打开了以后是这个界变 也是非常遗憾 这个软件虽然是神器 但它通通都是英文 我们需要这么来做 首先来讲一下它的工具的一个目的 是这样 我先把它最小画一点 那么我在这简单给大家画一个图 那么大家都知道 我们访问网站的时候 是以UR的名称来访问 对吧 然后我们每次访问 其实它背后的一个动作应该是这样的 怎么做的呢 咱们里面这是一个经典的BS结构 是不是 那Broad就咱们这个浏览器 访问咱们的一个服务器 那我们每次提交请求的话 应该是用http协议 走到htm的语言 向服务器发出申请 申请好了之后 服务器解析我们的申请 用同样的语言给我们回复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 有人发明了这款神器 它的作用就是说 我可以在中间截获你所有的数据包 这样假设说我们的BP 安装到了这台电脑上 那么这个工具呢 每次使用的时候 它会做这样一个动作 我们每次申请的请求 先走到这个BP当中 因为软件我们会控制 然后经过它的同意与否 再将我们的请求 转交给服务器 服务器收到包之后呢 给我们回馈一样的道理 先给到咱们的BP BP经过同意之后 或者修包改包 然后再返回到咱们的浏览器 它起到了一个中间人的一个作用 那在这个中间 我们就可以操作这样的东西 那么大家想 我们截获的都是所有的http包头 截获好了之后呢 包括里面的html代码 全部能截获 在这中间 如果有些人想要操作一些的话 我可以改着里面的数据包 那么在中间改完包之后 再将修改过的一些内容 发送给服务器 造成一种攻击的一个效果 这就是BP的一个作用 所以说我们工作当中 几乎每天都要使用这款工具 好 来我们看一下如何使用 首先打开这个界面之后呢 大家跟着我来操作 大家选到咱们这里面 有一个process选项卡 看到了吧 这个选项卡 然后在这个选项卡当中 这里面有一个options选项卡 我们点到这里面来 先介绍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单词是啥意思 代理的 好那这里面有一个抓包改包的选项卡动作 还有第二个选项卡 是我们每次访问的投信息的历史记录 第三个选项卡呢 也是有一个selfics 咱们的一个记录信息 然后最后是一个page 我们来先看page 在page当中 建议大家就不要去修改了 除非你现在搭建的环境 有跟这个端口有冲突的 咱们可以改一下端口 如果没有 就使用这个默认代理选项 那么如果有的话 大家点edit 你可以到这里面修改你想要的一个端口 这个操作没问题吧 OK 做好了之后呢 大家就确定把它关闭就好了 然后这回做好了之后呢 这个先不用动了 我们返回第一个选项卡 在第一个选项卡当中 大家看一下 有这么几个内容 其中这是一个开关 当开关置为on的时候 表示所有的信息需要我同意 才能够转发到服务器 能理解吗 如果这个选项置为off 说明当前这个代理服务器 转发一切信息 不结合 然后前面有两个 当这个开关置为on的时候呢 我们结合信息有哪些动作 有两个动作 一个是 什么意思 转发 第二个 丢弃 还有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可以将我们抓到的 下面的这些所有包 移交给其他工具选项 那在这里面呢 咱们主要介绍这么几个 这么几个 也就是说咱们最后常用的 这几个选项 好了 这个工具配置好了之后 先不要做 往下走 我们需要到我们的浏览器当中 找到你的选项配置 在浏览器的选项配置当中 需要大家找到它的网络配置 那不同的浏览器这个选项不一样 大致就是大家找到网络配置就OK 这里面需要选择手动代理配置 就跟我们平常翻墙一样的 在手动配置的时候 大家需要确定这样几件事 第一个你的代理服务器 选中的是你BP里面 填的AB地址 你的端口也是BP里面 设置的端口号 不能差 不能差 然后再需要注意 那么默认浏览器 有的时候 它会在这不使用代理里面 它会自动填上127.0.0.1 然后这时候大家都知道 咱们在网络当中呢 拒绝优先大于一切 对吧 所以说大家需要把这个 不使用代理界里面的值删掉 这里的值删 有的会没有 有的略览器没有 有的略览器有 这块配合好了之后 选择确定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我们选择百度 你会发现工具自动弹出来了 你们现在是这样吗 还没找到代理呢 我稍微等一下 那我从头来 我用的是火狐浏览器 你们用Croom是吧 Croom就是位置不一样 大致的都差不太多 这是Croom浏览器 然后在这里面呢 找个设置 它的设置应该是在高级里面 在这儿 Croom浏览器在这儿 然后它这块有一个局域网设置 局域网设置这里面 有一个代理服务器设置 然后选择使用代理服务器 位置呢 这贴上127.0.0.0.1 登口号是8080 是这样的 然后选择确定就OK 这是Croom浏览器的一个位置 在设置里面 设置里面 有一个是打开代理设置 在打开代理设置当中呢 选择连接的局域网设置 然后在局域网设置里面 这是选择这就OK了 设置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去访问网站的时候 就会你的数据包 被咱们BP来截获 没事 那个你就直接那什么了 不用管那个 咱们只要看BP 咱只看BP 先确定一下抓没抓到包 抓到了 来先看这 那么这里面的操作是这样 如果我们抓到包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能看懂下面这些值的内容吗 咱没有讲HTB协议吧 然后看一下 这里面是这样 它是讲前台这个协议 通过什么方式向后台提交 采用的是HTB的什么样的版本 再往下呢 就是你的主机名 这个当然咱们是访问的是百度 对吧 然后User Agent 它这个表示我们当前是 这个BS架构的这个浏览器端 它的内核是什么样的 就是这个 然后再往下呢 它有一个优先级设置 表示当前使用的语言 是哪种类型的语言 这个简单过了 然后重点是 我们需要在HTB投信息当中 能够截获Cookie值 这是我们这块想要的 好了 那么我们这样来操作 你可以点击一个比较大型的网站 比如说我先把这个所有的开关关闭 关闭 再重新开一点 然后我们访问一个门户网站 比如说sina.com 新浪这个网站 然后你会发现新浪网站打不开 一直打不开 打不开的情况下 我们选择放 也就是说转发 你会发现投信息会一点一点的有变化 这个时候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时候的Cookie的信息 我们就已经抓到了 然后继续点击放 各种各样的信息 然后再点击 你会发现咱们新浪这个页面 它现在显示不完全 我们一直给它放到最后的时候 它才会整个页面完整显示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画的一个图 利用BP来一步一步的 来截获当前所有浏览网站的这些数据 这是这第一个功能 这是第一个功能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Proxy代理里面 我们每次截获的数据包 它都会有一个记录 放在哪里 放在咱们这个历史记录下面 然后在这个历史记录下面当中 这是第一个功能卡 我们来看一下Target的功能卡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一个爬城的工具 没到这儿吗 现在到哪儿了大家 有没有抓到包 不谈 没事 有的时候不谈 它能抓到包就行 抓包也抓不到 来我看一下 对吧 这个守护 那我 此后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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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